请收看 慧律法师 冯雪讲座 天台的三观 就是教你平常 如何来修行 最上面三地 地是真理啦 一镜三地 三种真理啦 真地 这真地 只讲云远性空 所以真地就是不假 永恒 那么除了空性的东西可以永恒不假以外 其他没有办法 所以说中论记里面就因言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哦 那书地里面就意为明为假明啊 意为是假明啊 就因言所生啊 也是假明 那么中道呢 也是中道义 也是中道义 中道义就是因缘性空 性空能产生所有的幻化的东西 所生都是性空 性空 那是与不离缘起 那么所以这个中立的左边 有一个宽宽的性的 本性就有具足 就是性的 就本觉理 本觉理就是我们内在里面的这个自性 本来啊 就有觉悟的这个智慧 就是本觉理 性的就是不从外的了 不是修来的 本来具足的就是性的了 啊 性的 本觉理嘛 本来就有这个无声的道理了 要破这个祸 破见识祸 了分断生死 真谛呀 就修因缘性空观 修这个因缘性空 就可以破除这个我之 世代呀 五音呢 就可以破除这个我之 破这个祸 就破这个贱祸 破这个私祸 就可以了分断的生死 那么要破这个 沉沙祸 所以沉沙 就是菩萨 还有维系的无名 叫做沉沙 这沉沙 就如同维尘 那么维系的祸 这是菩萨所断的 是了变异生死 最后是成佛 等觉菩萨所断的 就是破无名 这里无名就是根本无名 是了变异生死 最祸 所以变异生死分两个阶段 破沉沙祸 是了变异生死的出造阶位 破无名祸 是了变异生死的最后阶位 不一样 那么破这个祸 见尸祸 沉沙祸 无名祸 又另外有一种名词 叫做见尸无名 沉沙无名 根本无名 祸就是无名的 无名的另外一个名词 所以这里也可以说 破见尸无名 破沉沙无名 破根本无名 自得 左边一个修得 就是我们因为修行 而得到的智慧 修行产生叫做修得 显现出来的这个叫做自得 叫做死觉志 死觉志就是开始有了觉悟 一直观照下去 本有的本性的道理 本来就自然的存在 那因为我们无死无名以来 从来不去觉悟 现在起观 起这个智慧 观照 这个本觉的理 所以死觉志 观照本觉的理 再来三观 一心三观 所谓的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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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真谛了 修这个空观呢 你所到之处啊 就会安详自在 在空观的旁边 写几个字 直接观照的字 把笔拿起来 在空观的旁边写个 一切法 了不可得 一切法 了不可得 就是不值得你这样痛苦了 伤心啊 感觉委屈啦 事件本来就是空的啦 没有什么好计较的啦 就是空观 一切法 了不可得 修行要在这一句下 好好的下功夫 一切法 了不可得 你为什么会痛苦 因为你一切法 有法可得 你就哭了 假观呢 这假观呢 就是不坏假明 虽然一切法 圆其信公 但是呢 你不可以破坏 这个事项啊 所以在假观的旁边 写个是 在空观的旁边 写个理 好 那么中观的旁边 写个理事圆融 不偏空 也不偏假 当下就是中观 这中观的意思是 每一日 每一天 每一日 都跟一般中生生活的 那么样子 贴切 柔和 但是 渺渺都生活在空观里面 简单讲 进入一切的法 不染一切法 简单讲就是 百花 从里过 片叶 不沾身 就是中观 百花 从里过 进入这个花园里面 走来走去 百花从里过 就表示世俗啊 五花八门的世俗啊 百花从里过 片叶 不沾身 那心清静如莲花 其实稍微有点智慧的人 都有这种功夫啊 那只是那些愚痴的人 没有办法这种功夫啊 除了那个 那个不想解脱的人啊 还死在这个 这个欲望里面呢 那是没有话讲呢 其实释迦牟尼佛 早就教 教导我们呢 讲得已经很清楚了 那你再不修 那谁有办法呢 我们很多人 都只会听听佛法 可是不肯下功夫 那就没有办法 再来 欲 就是比喻呀 空观 观 静中相 全无实体 为什么违心所造吗 违心所造吗 观静中相 全无实体 就像影像啊 假观呢 观静中的相 有 而不是虽然有 可是不是实在的 中观呢 观静的相 跟玻璃 二而不二 虽然两个 但是就融合在一起 简单讲空观里面呢 有假观 假观里面有空观 那就是中 其实 没有中观 所谓中观就是不偏空 也不偏假 名叫做中观 好 三直 三贯 我们看底下 三贯 就是三直 三直 就是三贯 体真直 这个直 就是 直入那个 妄想的攀缘 这个直 就是停止 那个妄想 如何能够停止 妄想 第一个 体真直 这本体当下就是空性的真理 没有所谓的妄想 你应该要 要安住在这个清净的空观里面 停止一切妄想 替真直 以前 我在修行的时候 我一直想 这个妄想 怎么能够停止 就想尽办法 一直要把它停止 这个妄想 就打坐 数习观 或者是说 数一 数二 晚上数羊 没有用 没有用 后来才发现 哎呀 这个修法不对 哪里是用这一二三四 或者是 这个数习观 一念 只念 一样是妄想 错了 我那时候 一直到我三十三岁的时候 看到 看到这个六祖坛经的时候 哇 才知道自己修错了 修了很长的时间 一直了不得力 一直不知道 因缘性空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现在就知道 放下就是 连想都不要想它 放下就是 就那么简单 哎呀 绕了老半天 原来 就是这个东西 可是你不知道 你也不想那是什么东西 哎 我们人还是要花一点 烟网的路线 才知道这个悟道 是什么东西 那么现在我讲的是我的东西 我的徒弟也是体会不出来 我的徒弟也会一样 放下就是 可是他搞不清楚 他也可以像师父这样拍一拍 他拍什么 他不知道 我这个拍有功夫的 放下就是 同样讲这四个字 可是感受完全不一样 feeling is all different 感受完全对付 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体振子 就是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体振子 你放下就是 血迹是菩提 血迹是菩提 简单就是 不要落入相对的观念 不管善的 恶的 似的 非的 听都不要听 你连执着 连动一个念头 都能不要 就是这样子 如果有人来告诉 师父啊 那个法师多了不起 好好地前进 如果来人来告诉 哎呀 那个法师怎么样怎么样啊 好 不行的话就远离嘛 不要批评三宝 批评三宝 那天你像千世母这样 的他说的 英雄英雄 的外星 哦 好的 方便 了 好像说了 说到老实 这句听话 没有这个听话 体振子 体振子就是 当体就是 空 永恒 就是真 方便随缘子 所谓这个方便 所谓这个方便随缘 这个方便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假任何的修行 这个方便就是借着时间跟空间 做最恰当的关照 当下随缘而停止妄想 叫做方便随缘子 什么叫方便随缘子 比如说问到黑修缘 假设说黑修缘 人没有烧死 黑修缘本来就损失很大 想这是很糟糕 一般人也哭泣痛苦 如果大修行人就消气 消气都没有办法延生延灭 消气没关系 一切法本来就是空 我就跟阿哥讲堂堂 大了不差 把手照大这个 请便随缘 扫堂堂堂 求师傅同情一下 没关系 你住隔壁 不然黑修缘都来 就举个例子 内心里面也就不要有过爱 我碰到什么不幸的 比如说死了儿子 死了女儿 我们就这样观想 他不跟着我们吃穿 我有什么办法 对不对 不是我 我不要把他伺大了 他不要把我吃穿 我有什么办法 对不对 他不跟着我吃穿 你就死了 没有办法 谁也没有办法 死了就死了 跟他练练佛 撒金光明沙 盖盖 往生背 你就不要伤心过度了 所以这个方便随缘子 就是你什么时间 什么空间 什么立场 就是用你的立场 用最大的智慧 会关照 让他解脱 停止一切的妄想 停止一切不满 抗议 批判 愤怒 嫉妒 就方便随缘子 这个厉害 哇 这不简单 习两边分别子 如果你偏移体贞子也不对 偏移方便随缘子也不对 就习两边 习空跟有的真子 习两边分别随缘子 解释 说诸法原生啊 因缘性空 当体就是真 止习攀缘妄想 停止那些攀缘妄想 所以啊 我们随缘 但是不要攀缘 你 有钱是你的 没有钱 那我们呢 就 安分守己 安平乐道 知空 非空啊 随缘 应病也要 知道一切法空 但是非空 为什么 你还要继续活下去啊 知空 就是用安详的心态 非空 过活你每一分每一秒 非空 你要过日子啊 这个日子总是要过的啊 这知空 就是用最安详的心态 悟道吗 那就安详了 非空 过活你的每一分每一秒 那知空 非空 随缘 应病 与药啊 随着个因缘 应病啊 下这个药 化益众生啊 化盗众生 心能安安 注意原生 诸法如幻的道理 而不动 这个地方要好好的下一番功夫 所以 如果你要说心境最高的境界 怎么样过日子 很简单 如如不动 不生分别 如如不动 不生分别 所以第一 是指偏真 偏于真空 第二 指偏输地 现在习真 俗子两边 而指于重地 那些对于中观之职也 也 谢谢